言供 甚至以慈戒的功德回向 最后各位念 怨生西方 然后增加他们的品位 替他们忏悔 修业障 听佛法 信愿往生极乐世界 那我们在台湾还好 现在华人各个都认识阿弥陀佛 所以推广阿弥陀佛法门是相应的 但是也不见得各个是如此了 那至少你对什么样的人 你要去认识他 什么样的根气 说什么话 用什么表情 表现什么 那这个善巧方便还是要学 好 那各位大概了解了 那现在各位手上有一张 佛说十往生阿弥陀佛国经 有十种方法 而且应该具足这十种方法 就可以往生极乐世界 重不重要 重要 所以各位要去做 而且带着别人去做 当然你做这些功德福报很大 如果你没有回向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福报 会让你这辈子有福报 下辈子升天 但是不究竟 还是苦 所以我们做了所有世间的善法 都是为了回向西方极乐世界 那为什么要回向西方极乐世界 都好共 世间变化无常 世间疾苦 世间不安定 所以那这一点你要看透 看透 就像古代人说 那个人看破了 所以他找到出家 我们都想说 看破很消极 看他要做什么 看破 现在你学佛来说 看破 积不积极 好各位 看破了没有 你出去的时候想 我看破 请破啥 所以 看破要做什么 看破要积极去帮助 把人看破 他还在那边积极地读书 赚钱 买房子 因为还没看破 所以我在台湾认识很多人 他家里都有外国的劳工 印尼 越南 菲律宾 来帮他做事 我都会去调查 后来我会觉得 他们真的命很苦 他在这边努力地赚钱 就是要准备 他老公将来买个房子 但是他不知道 他老公在那边 都有女朋友 用他的钱 在交小三小四小五 他努力赚 买房子 我都给他调查 然后在想 我这女儿很可怜 然后他还回去 人家说 你不能说 你这钱贴贴回去 就叫女人开了 你再来 但是这个就是 很现实的人间 女人傻 他认为有一个 罗曼的爱情 永恒的爱情 他为他苦 苦个几年 我们就有一个房子 两个可以快乐一辈子 他不知道 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 你在这边两三年 你男人早就外面有女人 你还积一点钱给他 他女人更多 但是女人都觉得 这个是很正常 所以各位 我这样比喻 那你就知道 做会长 做董事长 做有成功的人 这都是国王 了解吗 这个都是个无名 你努力干嘛 你这些要干嘛 因为最后你还是被骗了 最后你会失望 所以各位 看婆婆 看婆婆你不出家 我都讨不讨厌 所以你要去问这个理由 那我为什么放不下 有些人不见得要出家 因为你妈妈还在生病 你好好地照顾她 对不对 家里没人照顾 那你照顾她 那你就 你要守敬人界 好好的照顾她 发愿 妈妈能够去极乐世界 然后我就去出家 对不对 那这个可以 因为你还有世间的因缘 如果别人照顾 那就没问题 像我一样 我家里有四个兄弟 那没问题 对不对 那我好好来精进 如果他们都学佛了 我可能就不用那么精进 算来算去 他们没有人学佛 所以那现在也证明着 真的还靠我 我爸爸往生 我妈妈往生 都靠我 这不是钱的问题 因为你没有佛法 爸爸妈妈就白受苦了 死亡是必然的 痛苦是必然的 但是好在有佛法 对不对 那他懂得念佛 最后可以离苦 而且出家人 就像各位 今天各位守保管载戒 力量大不大 很大 最好晚上去殡仪馆 去祝念 因为把这个功德给对方 那我受保管载戒 来帮你祝念 而且你今天念的到了 都做过你妈妈 特别明天 明天什么节 母亲节 对我们佛教来讲 以对自己妈妈的这种 尊敬怀念 来尊敬所有众生 那他叫大乘 所以对我来讲 我母亲不在了 父亲不在了 那我更要精进 因为无后顾之忧 对不对 爸爸妈妈在他们 还会对我有一点担心 为什么 虽然我出家 每天都跑 他们还是很担心 你整天在走什么 我老爸 你怎么去建一间 那么大间 我妈妈是没有 这么想法 但是她就会担心你 上次要出去 上次要回来 因为他们担心 我心里就 就有一点压力 对不对 一定要表现 不能让父母 有一点担心 求其放心 那现在父母去极乐世界了 他终于不担心了 你担担 你担担 所以因为我越做 他品位越高 他也知道我品位也会越高 他现在就不会叫说 你快去结婚了 你快去贪金 因为他懂了 你到了净土 你就懂了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你要去思维 但是如果你思维不到这一点 就代表自己福报够 多忏悔 多修福报 因为一个人要有智慧的思维 还是要有累劫的善根 或现实的努力 不然你看不清楚那个点 所以以这个厌尼心为基础 然后知道说 世间只是暂时的 那既然我要去极乐世界 那我要累积什么功德呢 那佛陀讲了这个方法 所以 佛说应具足十种修行 当得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由西方极乐世界 十往生法 可得解脱 云和为实 一则 一起念 观神正念 常怀欢喜 以饮食衣服 师佛即身 往生阿弥陀佛国 所以各位呢 这个身体不要一直执着 这个身体是不清净无常的 所以当然佛陀的意思是说 你不要把这个钱都浪费在自己的身体 买衣服啊 吃好吃的啊 享受啊 那我们身体要快乐自在 那你去供养该供养的佛啊 出家人啊 贫穷人啊 那 这个就是最正确的正念 你反而会健康自在 所以观神正念 要以欢喜心 经常供养佛 供养生 就像各位今天念 《御佛功德经》 我们大家 在佛前做食供养 乃至供养一尊佛 小小的也好 没有设例子 至少有法身设例 对不对 有法身诵 诸法因缘生 那就代表有佛的设例 只要有经典就有这个了 所以得到十五种功德 又亲自去预佛 又有五种功德 所以也希望将来能够像佛一样的 同正如来敬法身 所以各位要以欢喜心 用饮食衣服 施佛及身 将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但是站在菩萨道 你更要努力做 为什么 来 功德善根 回向众生 往生净土 我们不能说 我佛教研究久了 然后呢 这个就不做了 所以我师父才跟我说 你不要出家了 在家的事情你不做了 出家以后 在家的事情 更要做得多一点 千万不要 我在家我在供养出家人 出家我只被供养 我不供养出家人 那不颠倒了 所以菩萨道这一点要记住 要记住 在家我喜欢印经参加这个功德 出家以后 那我就不做这些事情了 我就等着接受接受 那不对 所以为什么 因为你要为众生做 就像你为爸爸妈妈做 所以各位要经常念 常怀欢喜 以饮食衣服 师佛即生 当愿众生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每天要供佛 供养生邪 而且现在这个世界很方便 到处有机会去供养 恶者正念 念一下 以甘妙良药 师余并比丘 即一切 往生阿弥陀佛国 那不要多用药 去供养生众 所以前天 大前天 我们中华国际共生协会 两次拿了一百万 供养 色拉茄 医疗 医院 顺习功德 各位 这一百万里面 有没有我们的钱 有 我们都曾经布施 对不对 因为 这个叫大家 共善业的功德 所以 我跟他们说 我说 共生协会 大家很互持 非常好 应该 多做这些 在斯里兰卡 在缅甸 在泰国 对不对 在很多出家人的地方 那个生钱 多互持 因为这样让大家有福报 让互持 哪怕互持一百块 这里面 我们都加入这个功德 所以各位要用好的药 去 不施给生病的出家人 哪怕一个 有一级一切 然后当然我们要帮助穷人 所以 而且各位在做药师焉供 一切众生 包括有形 无形众生 都是我们 不施药的 那这个善根 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来 不施妙药 当愿众生 同生净土 那各位要养成习惯 也不能特别出家人 更要去供养出家人 因为出家人了解 大概出家 需要什么药 所以需要什么 适适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出家人 冬天到老 出家人的围巾 出家人的帽子 像我经常跑来跑去 现在就 找不到一些出家人的帽子 到这边地到底重 所以 夏天 冬天 变来变去 哪个雨伞 就不好意思 那 韩国人就有韩国人 专门的出家的帽子 设计的蛮好看的 日本人 日本人像斗笠一样 那我们在台湾 五花十色 下面都有 古材的地 因为没有固定模式吧 结果我 因为我经常去欧美 我只好戴着西方人的西方帽 同就扎着头 所以 而且坐在飞机上 头不会被冷气吹得痛 用各种方法 但是各位 经常要准备 所以以后你看到出家人 出家人至少会感冒 皮肤 是不是 头痛 维他命B 都准备一些 供养 替父母供养 回向给众生 三者一起念 正念 不害 一生命 慈悲 于一切 往生 阿弥陀佛国 所以各位要保持这个正念 一只小蚂蚁都不伤害 进一步 还要慈悲 所有众生 所以念一下 戒杀 持树 放生 护生 普度众生 所以 以不伤害任何一生命为主 进一步慈悲 所有生命 这样呢 得生西方 极乐世界 所以念一下 从今以后 直至成佛 不杀生 持树 放生 护生 回向法界众生 同神净土 这样去积极去努力了 四者 一起念 正念 从师所受戒 尽慧 修犯恨 常怀 欢喜 往生 阿弥陀佛国 就像各位今天 守八幻灾戒 守五戒 当然我们正式受戒 就是从 持戒的法师 而受戒 来追求 这个清净 圆满 空性的智慧 所以呢 以这样的清净心 修犯恨 这个犯就是 没有欲望 甚至没有男女的欲望 没有吃的啦 身体的啦 眼睛耳朵啦 就是六根的 清净 以这样 尽慧 修犯恨 常怀欢喜心 这样不是苦 这样才自在的快乐 所以受戒 清净 欢喜 那这样啦 将来往生 极乐世界 然后自己要这么做 就像各位今天这样 回向法界众生 同生净土 所以我们开放 本来就应该这么做 写了这么多牌位 那 因为免费才可以多啊 对不对 如果这个 牌位多少钱 多少钱 人家就写不多了 那这样 反而障碍到佛法 这样不慈悲 那现在大力宣传 很多道场都写了 牌位免费 对不对 这样是好的 对大家有帮助 因为现在的社会变了 现在的社会 你光为你家里写 太自私了 现在的报纸随时都有人车祸啊 什么往生啊 就像我今天看报纸 今天那个猪 猪瘟又传到香港了 香港今天杀了六千多只的猪 那这下 这下就 哪一天来到台湾 所以我在南部认识几个养猪了 他们都刺在蛋 这个如果猪瘟一下去 他那个低调 几百年不能用 因为那个 这个传染病 灭不掉这个细菌 所以什么时候 大家都很紧张 当然我们身为佛教徒 各位从今天 如果你还在吃肉 那当然不好 那至少从今天开始 不吃猪肉 好不好 减低这个发作的机会 这些猪 如果猪瘟他们也很痛苦 被灭杀 这病死 不然就被埋死 当然我们懂了究竟的方法 大家就不要养猪 不要吃猪肉就好了 但是他们的业 业就是业了 我也认识他们 他们都很认真在学佛 每天在看生命电视台 所以才会找我们去 找我们去 希望帮他们 我们帮他超度猪 然后他继续养猪 他有他的业 他没法多 因为这个钱带捆还没缴完 或是那个房子还没盖好 他想要转业 他转业把这个钱赚到了 再去转那个 他的想法 那我们的想法是 你要转业是这个马上要放下 那那个福报才会出来 对不对 你就边杀猪 边盖房子 那这个房子 你的业 杀业在 就会卡到你的房子 卖不出去 但是他们当然听不懂 听不懂 我们就多回下 来 法会功德 大家的功德 回向被屠杀的猪 各种病死的猪 所有养猪者 所有杀猪者 所有吃猪肉者 同享功德 得开智慧 慈悲一切 所以这个血 慈悲一切 真的很困难 你吃素了 对你来讲很容易 那是要 让所有众生 都不伤害其他生命 都借杀吃素 这个就有一点困难 但是 虽然这样 血很简单 不害于众生 是属于个人的 慈戒出离心 那慈悲一切呢 也却属于 大乘的菩提心 所以看起来很简单 但这里面就 包含一切 九品都在这里面 所以希望大家 广为宣传 第五 念一下 无者正念 孝顺于父母 敬奉于师长 不起交慢心 往生阿弥陀佛国 从孝顺里面 了解佛法 修行佛法 引导父母学佛 才是真正的孝顺 但是各位一定要 从自己的父母 真心的做起 哪怕你父母都不在了 你每天还是要孝顺 每天要吃饭 拿一碗面包 供养三宝 护法善神 供养父母 供养七世父母 累积父母 七世父母都要供养 所以这样你才能够守护好菩提心 以这个对父母来对待所有众生 因为父母疼惜我们 他就怕你一点点伤害 受伤不高兴 所以为了让父母高兴 时时刻刻要保持一个正念 就像我爸爸妈妈往生 那我经常讲这个 因为我知道 我爸爸妈妈在世 他还没神通 我还可以演戏给他看 我爸爸妈妈现在去极乐世界了 哇 还有他心通 我想什么他都知道 这个时候是我影响他最大的世界 在世间的时候 我只能尽力孝顺 这样而已 因为他不能够理解佛法 现在他们往生 那我的念头时时刻刻会影响他们 因为他们想到我 那么就会被我影响 所以各位更要为了父母保持正念 也让父母非常感动 因为我们天天在孝顺他 我们汉传佛教 出家都是为了父母而出家 为了孝顺而出家 所以让父母更感动 更努力 那你越慈悲越有菩提心 父母就越发起菩提心 请问父母发起慈悲心 菩提心会不会超度 品位高深 这一点各位要抓得很紧 这个抓得很紧 不是很紧张 是只要好的就供养父母 这样 不好的就不让父母知道 所以当然我们现在 父母不可能不知道了 现在所以内心里面 要保持非常非常的孝顺跟正念 让父母因为你的心而感动 再来敬奉于师长 师长在世的时候 当然要尊敬奉事 那师长不在的时候 每天还是要回向 请问各位早上念真华长老 真华长老有来加持吗 百分之一百 不可能不来加持 卢旭长老 正华长老 法政长老 绝光长老 所以大家都有 亲近的长老法师 他们看到我们在这样 持戒精进 非常的欢喜 所以彼此真上 不起交慢心 这一点很重要 你不能看不起爸爸妈妈 不能看不起你的师长 有时候会啊 所以我师父才跟我说 这个还没有去读佛学院的 这个很尊敬 佛学院都回来了 不尊敬 现在就这个问题来了 所以有时候 这个要扪心自问 因为我师父这个过程 我看在眼里 我师父啊 老实说 因为他的因缘 产生了一些事情 就我们这个出家徒弟 假设有五十位 大概有四十位 就不尊敬师父了 就会有变化 当然我师父很自在 他只给我提提这个问题 因为我那时候 我经常跟我师父在一起 他的意思也给我说 这一点你要注意 师父也一眼给你看 搞不好以后 你比我还大条 事情更严重 这个无常 是谁都要面对的 不是发生 那在师父就不会发生 在别人身上 那这个世间冷暖自知 所以要保持一个正念 依靠自己 保持正念 而不能说 在这个世间 这个都有他的特殊因缘 所以我想各位 对父母师长 不要看不起 不要自以为师 特别是师长 那因为你去 接近了善之士 他的优点 我们把它抓到就好了 如果他的优点 你都没有 那你还在看不起 那不是很可怜吗 所以爸爸妈妈的优点是什么 我永远要抓住 我们这些老师父 个人都有个人的优点 但毕竟 是不是佛另外一回事 但他的优点是什么 我们要把它学习好 所以我想各位来到 道场里面 这么多法师 法师身上的优点是什么 那当然法师也是人 有缺点 但是我们至少 他的优点 我们要做到 所以 不起交慢心 往生阿弥陀佛国 六则一起念 正念 往易于身房 恭敬于塔式 文法解一意 往生阿弥陀佛国 那各位要想着 我要经常去寺庙 这一个我们想修行的人 就很想要去寺庙 所以我很幸运 我们会日讲堂 就在我公司的旁边 那离我家更近 所以我就每天都跑去 真想天天去那边 做早课 晚课 只要法会 我都第一个 我一定坐在那边 所以很喜欢去寺庙 然后到寺庙去拜佛 所以在寺庙里面 故意造个塔 我们虽然在市区 塔不大 佛像还好 各位多礼佛 多绕塔 自己 自己没人的时候最好 来扫扫地 拜佛 绕塔 然后有佛法的问题 跟法师讨论讨论 这边佛教的书籍 在二楼 我们有图书馆 各位多看 多真的要看 下回摆一些 外面里面一大堆 各位文法 听文佛法 解一 意就第一议题 空性的道理 万法平等 所以你要去思维 空性是什么 禅是什么 自信是什么 所以这一点要知道 如果你没有抓到这个道理 你还是在我的分别 那就 学佛就不就近了 所以要很喜欢 去找到真理 找到空性 找到慈悲 如果能够如此 往生阿弥陀佛国 我们自己这么做 当愿众生 都能够如此而得身净土 也替众生做 学佛 不要要求别人 我们是感化 引导别人 自己把它做好 做好 这一点 那我也希望各位居士 常来念佛 参加法会 以外 这个是一个福报 一定要深入精脏 真正的精脏 是你的心态 把佛经的意义 用在你的当下的心态 懂得空性慈悲 各种道理 那这样 你去帮人家 祝念的时候 顺便可以跟对方 谈谈佛法 太慈悲了 那各位有社会生活 跟亲戚朋友 在一起的时候 善巧方便 引导佛法 这个是很重要 你千万不要 反正我这个人 嘴巴不讲佛法 我已经习惯 不讲佛法 那这样对你来讲 不太好 因为不符合菩提心 我们要劝众生 从他的痛苦里面 去了解 痛苦的因是什么 因为这个人 很痛苦很痛苦 那机会来了 除了回向给他 你为什么会痛苦 因为你执着一个 我在痛苦 对不对 我的身体 我的儿子 我的事业 你有这个我 才会痛苦 这个痛苦 要把这个我 去分析它 这个我 根本是一个 因缘合合 组合的 还有真实的我 这个我是虚幻的 借这个机会 然后你也像我们 出家人比较好说 所以只要 对方在跟我 谈痛苦的时候 我就跟对方说 那你就知道 我们为什么要出家了 因为是这个出家人 就没有这个世间的 儿安女 情 地位 名利 这样呢 以这个为基础 才可以解脱生死 进一步以这个为基础 可以帮助别人 所以是有快乐 还是没有快乐 有而不执着才快乐 对不对 我们也不是说 一定要空 这个空不离开有 只是利用这个有 但是不觉得 不执着这个 所以各位要 了解这个真正的 道理叫解一意 往生阿弥陀佛国 七则 念一下 正念 一日一夜中 受此八哉戒 不破一 往生阿弥陀佛国 就像各位来 一日一夜 精进受此八哉戒 无有破戒 以此功德 愿生极乐世界 当愿众生 同享功德 同生极乐世界 那也说 所以各位呢 守五哉 守八哉戒 那也都不要破戒 所以精进的 特别八哉戒 短短时间 如果为自己而受戒 忠品众生 回向法戒众生 上品往生 八哉戒 正念 若能灾月 灾日中 远离于房舍 常欲于善师 往生阿弥陀佛国 所以如果能够在 灾戒日 灾戒月 按照佛经是正月 五月 九月 叫灾戒月 然后呢 现在还有七月的 孝顺月 等等 所以我们在世界各地 救护各种生命 广修各种功德 来回向众生母亲 因为母亲节 对我们来讲 不是光自己妈妈 也是众生接我父母 很认真 很认真的 去跟众生结缘 各位这一定要 这样想跟这样做 你千万不要孤僻